男医书局国小国语四下 十一梦想起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梦想像一双翅膀 带我们到想去的地方 梦想也像一盏明灯 照亮前方的路 然而 想要确切地实现梦想 需要靠我们不断去努力 去奋斗 去创造 文明世界的日本建筑师 安藤忠雄 生长在贫困的家庭 无法接受建筑的专业教育 不过 热爱建筑的他 靠着过人的意志力 奋发向上 为了达成梦想 他除了接受寒寿课程 也在大学旁听 更到工地学习 以自学的方式取得建筑师执照 安藤忠雄还用辛苦存的钱到日本各地参观 并前往国外探访 回国后 他脚踏实地的奋斗 过程中不免遇到困境 如 他开设建筑事务所 却没有工作上门 提案给客户 也不断碰壁 设计的作品 还受到众人的批评 但 即便面对这么多的挫折与打击 他也不曾放弃 直到今日 安藤忠雄依然努力着 追求梦想的动力 让他发光发热 原本是公务员的齐柏林 负责以空中拍摄的方式 记录公路建设等重大工程 在过程中发现台湾的美 也看见台湾蒙受天灾人祸后 残破的一面 热爱这块土地的他 辞去工作 冒着生命危险 投入金钱与心力 用镜头记录台湾 在民国102年 齐柏林把空拍成果 制作成纪录片 看见台湾 不只得到金马奖肯定 也带领观众 从空中看见这片土地的美丽 与哀愁 更唤起人们 对环境的关怀与重视 人生有梦 逐梦踏实 梦想并非遥不可及的星辰 只要付诸行动 努力不懈 梦想也正缓缓起飞